2010年12月份一天深夜 河南省岁县陈庄村的村民们 早早的都上床睡觉了 突然有一个女人 嗷啷一声尖叫 这可把周围的乡亲们 邻居们都吓了一跳 都惊醒过来了 赶紧看看怎么回事吧 出去这么一看 见一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门口呢 这女人呢 吓得说不出话来 她的前边躺着一具尸体 立马报警吧 警方赶到现场这么一看呢 死者身上全是刀口啊 每一刀基本上都是刺中要害 惨不忍睹 这什么情况啊 什么深仇大恨呢 在死者身边 警方还发现有一个手机 还有三盒烟 经过检查 这些东西啊 都是死者留下的 在对死者身上的血迹 进行检查之后 还发现了一个疑点 一般呢 受伤之后 这血呢 它是往外流 往外喷 但是 死者身上的血迹是往下流的 没有往外喷的痕迹 随后 警方现场勘查 在西北方的一条小路上 有时段时序的血迹 所以民警就推测 死者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遭到了袭击 逃到这儿向人求救 但最终因为失血过多 就死在这家门前 警方呢 沿着滴血的这路 就仔细的往前搜 这条路啊 很崎岖 到处都是那腐烂的树叶子 越往前走 越荒凉 最终 这条小路 到了村外的一片野地那 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这时候啊 警方突然看到了一束灯光 跟这陈庄村相邻的是蔡庄村 在蔡庄村北一边 有这么一束灯光 不像是灯泡 也不像是那种汽车尾灯 这灯啊 是斜着往上亮着的 警方就沿着这灯光的方向 走到近前 这么一看 是一辆普通的电动摩托车 这大半夜的 这辆电动车 怎么会翻倒在荒郊野地呢 这车是谁的呀 警方判断 这电动车的电池 电量还没耗光呢 那应该是刚被扔这不久 那么这辆车和陈庄村的那命案 有没有关联呢 各位 当时现场两件物证 烟还有手机 警方随后啊 就调取了这部手机的通话记录 发现死者在临死前一分钟 打过一个电话 但不知道为什么电话没通 那么到底他这电话是打给谁的 死者是谁呢 因为手机留下来了 很容易就能查清死者身份 死者姓戴 这戴某是附近东关村的村民 那赶紧的吧 联系戴某的家属吧 家属说呀 当天下午五点多 戴某呢 说要去剪头发 之后出去就一直没回来 那好好的剪头发 怎么会死在乡邻的陈庄村呢 这陈庄村呢 是一个很偏远的小村子 大伙呢 这日子简单平静 可是这起命案 让这个农村呢 变得紧张起来了 惶恐起来了 为了尽快查清这起命案 警方呢 又到了那辆电瓶车附近 展开侦查 突然呢 在乌气马黑之中啊 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 若有若无的 警方走进电动车的时候 就听到了 距离电动车几十米远呢 有两间小屋 是那小屋里边 传出来的声音 各位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 越黑风高 孤零零的小屋 然后时段时序的呼救声 同时隔壁村子 又发生了命案 这个场景 您各位脑补出来之后 是不是感觉有那么一丝诡异 有那么一丝恐怖呢 警方到了这小屋 这么一看 嘿 这里边啊 也有一男的 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 从这个男子身上的伤口来看 也是被某种戾气所伤的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 跟死在陈庄村的那男的 有没有关系 一样的作案手法 差不多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那么很明显的 这梁启命案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 一夜之间呢 这么偏僻的小山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个浑身是伤的男子啊 嘴里边呢 一直小声的喊着 天德安 天德安 那么这田德安是谁呀 还没等问他呢 这个男的就昏迷过去了 据村民们辨认的 受伤的这人 也是陈庄村的 姓牛 据走访调查 这牛某跟死在陈庄村的戴某 以及这牛某口中的田德安 平时是特别好的朋友 那这田德安是不是凶手呢 如果他是凶手 为什么要对朋友下手呢 除此之外 警方还了解到一个情况 那两间孤零零的房子 就是田德安的 这个人呢 有犯罪前科 之前因为盗窃 多次入狱服刑 田德安呢 是属于那种性格特别孤僻的 村民们都说呀 害他呀 就与世隔绝的那么一人 很少有人跟他来往 警方随后对案发现场进行搜查 没有找到田德安的下落 那么田德安去了哪呢 为了将犯罪嫌疑人田德安 尽快抓捕归案 当地警方啊 连夜成立了专案组 对全市全县的公共交通进行排查 案发第二天群众举报 说田德安呢 在距离陈庄村 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出现了 警方啊 立刻划定了一个范围 以那为中心 方圆一百公里之内展开搜索 可是整整搜捕了两天两夜 都没发现这田德安的任何踪迹 因为这田德安多次被捕入狱 他对于警方办案的程序 方法啊 这种手段 以及审讯的过程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有了非常强的反侦查经验 办案民警甚至怀疑 这田德安是不是玩声东击西呢呀 是不是跟警方捉起迷藏了呀 就在警方准备撤离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身影 这个人一看见警察呀 撒腿就跑 但是啊 这周围都是大山山谷地形很复杂 最终还是失去了田德安的踪迹 眼睁睁的就看着这犯罪嫌疑人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就跑了 哎呦 民警啊 这个堵心呢 为了尽快抓捕田德安 警方再次加大搜捕力度 与此同时 随县公安局还发出了将近二十万份 协查通报 在出租车公司 汽车站 人口流动密集的地方都张贴了悬赏通告 凡是提供重要线索 帮助公安机关破案的奖励人民币十万元 除了在外围进行拉网式的布控搜查之外 随县警方还调查了田德安在当地的社会关系 做了精密的部署 甭管是田德安的亲人还是朋友 甭管是监狱里边服刑的御友啊 还是平时打交道比较多的这些人都进行了排查 可以说是布下天罗地网了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调查了这田德安的社会关系 亲人哪朋友啊 打过交道人的都做了排查 在各个人流量大的地方也都做了部署 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是这田德安再也没有出现 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啊 就在追捕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 陈庄村的村民呢 跟民警说 哎呦 最近哪 有一情况 村子里边呢 有一处老宅 很久没人住了 最近发生怪事了 在那个荒弃的老宅的厨房里 有人在这过过夜的痕迹 这老宅在村子里一个特别偏僻的角落里边 哪怕就这房主平时都不来这 那么大半夜的到底谁会在这过夜呢 会不会是田德安的 难道说经过这么多天搜捕 这田德安又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就躲在警方眼皮子底下吗 通过对现场勘察 警方最终认定啊 嘿 这过夜的呀 可能不是田德安 因为这很明显是入室盗窃案 经过深入调查 很快排除了田德安的盗窃嫌疑 以及田德安在这过夜的可能性 哎 这个工作又陷入了僵局 因为这田德安迟迟没落网 这陈庄村哪 谣言四起了 有人说 田德安哪 杀自己的朋友 这是早有预谋的 知道为什么田德安在村口那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盖那么两间小屋吗 当时就是为了杀人才建的 因为这谣言越传越广 大伙越传越害怕 一到晚上啊 乡亲们早早的就锁上房门 谁都不敢出来了 生怕这田德安再次出现在村子里 时间一转眼 过去两个多月了 2011年2月21号 这天随向公安局后台派出所 突然接到村民举报 说在野外 看见了一个头戴摩托车头盔 但是没有汽车的 在那步行的可疑男子 您各位想啊 谁没事在路上溜达的时候 还戴一摩托车头盔呢 民警立刻赶到了村民所说的地点 那个人呢 还在附近溜达来溜达去呢 民警悄悄的就靠近了 因为这个人出现的这村子不是陈庄村 所以乡亲们呢也不认识他 民警悄悄走上去就想盘问他 这时候就发现呢 这个人跟他们收到的通缉令上的那田德安 有些相似 但再仔细一看 哎 有多少有点不一样 这田德安呢 原来叫田国强 有个明显的特征 在左眉毛下边有一个黑质 嘴唇下边也有一个黑质 这两颗黑质特别明显 可是面前这个人的脸上却没有黑质 难道说不是田德安吗 为了尽快弄清楚 这个可疑男子是不是田德安 警方啊立刻对他进行审讯 嘿审讯刚一开始还没怎么问他呢 这男的主动开口了 说我呀就是田德安 我杀了戴某 捅伤了牛某 这田德安45岁 身高也不高 一米六五 长得呢还挺瘦 瘦瘦小小的 本分田德安平时也没朋友 牛某跟戴某是为数不多的朋友 仨人经常喝酒聊天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他们反目成仇了呢 据这田德安交代 他跟戴某牛某是在监狱里认识的 出狱之后啊 仨人来往很频繁 案发前不久 他跟戴某还在牛某的怂恿之下 偷了三十一袋小麦呢 之后仨人啊 把这麦子呢就卖出去了 平分了赃款 在田德安看来啊 他们仨人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好哥们好兄弟 可是三个兄弟之间的情意 却因为一个女人给改变了 田德安说那牛某呢 好吃懒做的 从来不惦记着赚钱养家 家里边的活都是他媳妇一个人干 这些情况田德安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于是有事没事的 就经常去牛某家里边跑 帮着牛某一起干活 表面上看呢 田德安是出于兄弟义气 帮着牛某的妻子干活 其实啊 心里边有自个的小九九 四十多了 一直没结过婚 而牛某的妻子呢 对他也挺好 并且牛某的妻子 对牛某充满了埋怨 田德安认为这是好机会啊 哎 要是合适的话 我娶了他媳妇不完了吗 一来二去的 俩人越来越暧昧 田德安去牛某家的次数呢 也越来越多 他跟牛某妻子的关系啊 也是只包不住火 穿得沸沸扬扬的 风言风语都起来了 案发前三天晚上 田德安呢 又去了 可没想到这回牛某的妻子 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以后别来了 咱俩的事 让老牛知道了 接下来这田德安心里就不踏实了 哎呀 我干了这种事 朋友妻不可期啊 啊这老牛不得找我算账啊 但这牛某呢 既没打电话 也没找上门来质问他 田德安还庆幸呢 可能我就逃过一劫了吧 但没想到 12月19号晚上 也就是案发那天晚上 田德安正在屋里睡觉呢 突然听到外边 有电动车的声音 田德安怕是老牛过来了 把一把刀就藏在怀里了 这戴某跟牛某啊 什么都没准备 喝得醉醺醺的 过来之后 就是为了质问这田德安的 田德安呢 直接掏出刀子来 刺死一个 刺伤一个 那天呢 这牛某 因为戴绿帽子了 不痛快啊 又不敢一个人去 这才叫他戴某 俩人呢 先到小酒馆喝了点酒 天黑以后醉醺醺的骑着电动车过来的 哪知道一来 可就再也没能回去呀 就这么着 戴某 按理说啊 跟这事完全没有关联 但死在了自己 所谓的好朋友 好兄弟手里了 这案子水落石出了 不过 让民警纳闷的还有一点 这田德安这俩月到底去哪了呀 怎么就能在眼皮子底下藏两个多月呢 还有脸上的痣去哪了呢 田德安说呀 杀死戴某 捅伤了牛某之后 他也害怕 没收拾就跑了 没身份证 他就没法租房子 没法打工 随身带了点零钱 每天呢 就买点包子吃 后来吃不起包子 只能吃点馒头 白天呢 就在野地里边玩 找不着他呀 晚上呢 也睡在野地里 后来 他还去了一户人家 偷了一千多块钱呢 但这一千多 没多长时间 也花光了 警方查的又紧 他就准备远走他乡 可在等车的时候 发现电线杆上贴着通缉令呢 通缉令上啊 特地提到一点 说这嫌疑人脸上有痣 这田德安一看得了吧 我呀 找个黑医生 把这痣给点了吧 他呢 自以为是机关算尽 点了痣之后 没有人能再找到我了 随后 踏踏实实的 回到自己的小屋 还没到家呢 可就在路上 被警方顺利抓获 今天 咱们要说一起来自 咱们国内的一起离奇案件 说这起案件离奇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开头啊 先卖个小关子 先不具体透露 不过呢 咱们可以这么形容 虽然说 这起案子当中 没有出现一条人命 也没有特别紧张的 斗智斗勇的场面 但是呢 要说这起案子 它的离奇程度 甚至要比大名鼎鼎的 开堂手杰克 黄道十二宫杀手等等 比他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具体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 您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2006年4月底的一天 在我国黑龙江省的双城市 有一个中年女人 把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 压到了派出所里 怎么回事呢 这个中年女人跟警察说 说这个小丫头啊 是个小偷 跑到了自己呢 打算出租的移动 这个房子里边 想偷东西 结果被自己抓了个现行 警方一看这小丫头 还看起来好像挺委屈 警方就仔细的一审一问 哎 明白了 原来这个小姑娘 这小丫头啊 她非但不是一个小偷 还是一个受害者 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小姑娘 她叫小梅 她是附近一所高中的学生 想在城里租个房子 几天之前 她路过这个中年女人 这栋房子的时候呢 看到她房上贴着一个广告 说出租 所以当时她就想 进这房子里边 问问问价格 看看房子 正好 她刚要往里走的时候呢 房子里边 走出来一个 三十几岁的一个男子 小妹一看这个人 在里边出来 认为这个男的 应该就是房屋的主人 就问他 哎 你这房子出租吗 那男子听了以后说 哎呀 出租啊 然后呢 俩人就约定第二天 再来这看房 并且男子还给了小妹 一个手机号码 哎 方便联系 第二天 小妹如约而至 来到了房子门前 可是结果没想到啊 这男的刚把他迎进去之后 就把他给困在了这个房子里 并且把他枪奸了 不过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小妹还是挺激励 找了个机会 马上就逃跑了 可是逃跑是逃跑了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出了这事 他也不敢报警了 马上就跑走了 而且跑的时候很匆忙 一些这个行李啊 书本啊 都落在房子里了 那后来几天之后呢 他感觉这坏人应该走了 所以他就又回到这个房子里 想把自己的这些书本 行李给拿回来 结果正好就碰见这个房屋的真正的主人 这个中年女人在这 把他给当成小偷了 就把这小姑娘给压到了公安局里 那听到这段叙述这个情况 这个中年女人啊 这女主人也惊呆了 因为根据这个小梅的描述 说自己这房子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男子 长得挺瘦 个儿不高 一米七左右 刀子脸 小眼睛 这个模样的男的自己家里根本就没有啊 这不是自己家人 个不认识啊 那么这个男的是谁呢 他为什么会进到自己的这个出租的房子里呢 警方去猜测 说这个人有可能是个小偷 可能啊 想来偷东西 结果正好看见小梅了 有心生邪念 打算把他给强奸了 所以第二天就失失了 这个案子 警方得知之后 立马就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 从这2006年的年初开始啊 在这个双城市 这个城市里面呢 警方接到了十几起 关于抢劫强奸的报案 但是这十几起案子 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没有什么线索 而现在呢 这个小梅 他描述的这个男子的体貌特征 跟之前发生的那十几起案件当中的凶手的特征 是十分相似的 于是警方就决定啊 把这几起案子给串联起来 并案处理 因为他们猜测这些案子 有可能都是同一个人干的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确定 警方就提取了 在小梅这起案件当中 嫌疑人在现场遗留的一些组织样本 一些DNA 后来呢 经过对比发现 这个DNA 跟之前发生的那些案子当中 在现场留下的DNA 那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至此就可以确认 这些案件都是这同一个人所为 那么在这个时候 既然之前的十几起案子都没有什么线索 没有查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男子当时留给小梅的那个电话号码 可以说就成了本案的唯一线索了 通过调查这个号码 警方最终查到了两个人 这个号码的基主 是一个中年女人 叫魏志英 于是呢 警方就找到了魏志英 结果 同时 抓住了另一个男的 叫范叶和 这个范叶和呢 经过小梅辨认 就是当天那个男的 那么至此 范叶和 魏志英 全都落网 这个魏志英 这个中年女人是谁呢 经过了解 她是范叶和的情妇 在06年5月18号的时候 警方成功的把这俩人给抓获了 那么在这儿呢 这个魏志英 咱们暂且先不谈 放到后面咱们再说 就说这个范叶和 这个范叶和才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范叶和他在被捕之后呢 也挺老实 很快就承认了 说当时正是自己强奸了小梅 并且呢 还抢走了她的150块钱 和一部手机 另外更让警方震惊的是 这个范叶和还供述说 自己曾经在双城市 抢劫强奸过不止一次 干过24次 这一下子 就端出来24起 这可真是不得了了 可以说这一不小心啊 就把这一连串的案子 全都给破了 还是很开心的 可是呢 警方在对这个手头掌握的案子 逐一的进行核实的时候 却出现问题 警方发现 对于手头上目前掌握的 这十几起案子当中 范叶和对其中有几起案子 是拒不承认 而且呢 对某些案子的案件现场的环境 以及当时他使用的作案工具 等等这些呢 都说不清楚 这就奇怪了 他自己干的 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为什么还不承认呢 有一些 那么警方就推断 说如果这些案子 真的全都是范叶和做的 那么他应该是对现场非常熟悉的 是应该能说清的 但现在呢 有这么个别的几起案子 他却有很多地方 说不清楚 说不对 那么是不是表示 这些案子不全是范叶和做的 那么为了慎重起见 双城市的警方 又把当时现场遗留的一些分泌物 再次做了DNA检验 结果出来以后呢 发现这些现场的DNA 和小梅案件当中 现场的DNA 是完全一致的 这肯定没跑了吧 可以说 确实都是范叶和干的 DNA都测出来了 可是呢 在科学面前 范叶和仍然是不承认 不承认另外几起案子 是他干的 那么到底是范叶和在撒谎 还是这个案子另有隐情呢 他为什么不承认 警方不怕 因为警方手里边 还有这些受害者的联系方式 他们又把这些受害者找来 对范叶和进行当场确认 受害者来了之后啊 全都一看 没跑了 这个人就是当时害我们的人 全都认定 他就是凶手 但是即便被受害者当场指认了 范叶和对于某些案子 还是不承认 您看这就没道理了 他既然已经承认自己 做了24起强奸抢劫案了 为什么唯独剩下的个别的机器 他就是不承认呢 要知道 就算这几起他不承认 最后的量刑也几乎没有差别 面对范叶和这样的态度 警方本能的认为 这起案子应该还有更多的引擎 果然 警方在后续的调查当中 发现了更加蹊跷的事情 他们发现 有两起案子很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 这两起案子 竟然几乎同时发生在 相距十几公里的两个不同的地点 而且根据这两个被害人 对案犯的描述和指认 作案的的确就是范叶和 是同一个人 但是奇怪的是 范叶和只承认 其中一起是自己干的 另一起不承认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真的是两个人 在这两个地点同时作案的话 并且作案手法如出一辙的话 那为什么被害人指认的都是范叶和呢 但如果的确 就是范叶和一个人干的 他又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他又不是孙悟空 这个情况 搞得警方是迷迷糊糊 哎呀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不管是DNA验证 还是受害者当场指认 都说明范叶和就是凶手 可是范叶和偏偏就不承认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大伙不妨也思考一下 想想是为什么呢 而且更更奇怪的是 警方发现就在抓捕范叶和的当天 5月18号的早晨8点多 双城市的一个财政胡同 发生了一起抢劫抢奸案 受害者报警之后 把这个罪犯的相貌一描述啊 警方听了以后直接懵了 怎么回事呢 受害者描述的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形象 跟刚刚抓到的范叶和是一模一样 难道说这范叶和真的是孙悟空能分身 那警方肯定是不信的 也许呢 是这俩人长得差不多 这也有可能 那么为了让这个结果更严谨 确定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警方就把现场遗留下来的这个DNA 跟范叶和的DNA做了一次对比 检测完了之后发现啊 这个DNA还真就是范叶和的 所以说5月18号早晨这个案子 还就是范叶和干的 可是矛盾的地方在哪 双城市的警方可以确定 5月18号这一整天 范叶和根本没有作案事件 因为这一整天 警方一直在对他进行监控 他是不可能再出去作案的 所以说啊 到了这儿 种种迹象表明 有一部分抢劫强奸案件 不是范叶和做的 但是呢 现场留下的各种证据 都表明是范叶和做的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 对于这个情况 双城市警方是迷惑不解 他们只能向DNA专家 顾明波博士求助 顾博士听到这个情况 经过认真的分析 为警方提供了两条信息 这两条信息至关重要 第一 DNA虽然完全相同 但是要考虑到 他是否属于 同卵双胞胎这种现象 因为同卵双胞胎的DNA 也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 他是否做过骨髓移植手术 如果他做过骨髓移植手术的供体 那么受体的DNA 也会跟他是一样的 专家就是专家呀 这两条信息让警方豁然开朗 于是警方马上对范叶和 是否属于这两种情况之一 展开了调查 很快 结果出来了 范叶和 他有一个孪生弟弟 叫范叶东 跟范叶和长得一模一样 那么这么看的话 剩下的案子 很有可能就是范叶东干的 不过这还只是猜测 警方还没有充分的证据 能够说明 范叶东干过这些案子 不过尽管如此 范叶东还是要找的 而且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 警方发现范叶东也确实 有着很大的作案嫌疑 最终 在费了一番力气之后 警方从双城市找到了哈尔滨 又从哈尔滨找到了建三江 最后在06年7月10号 把他给抓获了 很快 范叶东被抓获之后也承认了 5月18号那天早晨的那起强奸案呢 确实是他干的 另外范叶和始终不承认的那几起案子 也都是范叶东干的 后来警方把他的DNA和范叶和的做了比对 来发现果然是一模一样 这两个人的DNA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答案也就出来了 不过这种情况 他不仅是在双城市 即便是在全国警方办的所有的案件当中 也是绝无仅有的 双城警方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也难怪费这么大劲 在被捕之后呢 范叶和范叶东哥俩 把自己的犯罪经历 以及基本的情况 也一五一十的全都交代了 他们这个整个的人生过程 人生经历啊 也确实挺离奇 这哥俩呢 是在1979年10月5号出生的 双胞胎 他们老家呢 在黑龙江省的双城市的一个小镇里 他们的父亲叫范锤富 家里边一共有四个孩子 在这对双胞胎出生之前 他们还有一儿一女 大儿子最大叫范叶江 大女儿叫范丽娜 再之后呢 这对孪生兄弟 在这俩兄弟九岁那年 范锤富跟他的妻子 就是他们的妈妈离婚了 12岁的大女儿范丽娜 被妻子带走改嫁 范锤富就领着三个儿子 范叶江 范叶和范叶东 这三个儿子 一块出来一起生活 但是呢 范锤富这个人啊 不是一个好爸爸 好吃懒做 游手好钱 没有收入 日子过得非常紧 可是没钱怎么办呢 范锤富有办法 他让大儿子范叶江 去偷东西 当小偷 偷来以后呢 他再去挥霍 那范叶东 范叶和这哥俩呢 相对来说比较幸运 比他们哥哥强 他俩不管怎么着吧 还都上学了 不过就算是上学 他们也经常因为 他们的父亲和哥哥 被同学们歧视和欺负 在13岁那一年 有一天下了一场 特别大的雨 把他家房子淋塌了 哥俩放学回家以后 房子没了 父亲和哥哥 也不知道去哪了 绝望之下 哥俩就离家出走了 也退学了 毕竟这么长时间 他爸爸他哥 没给他起什么 好的带头作用 也没有好好照顾他俩 他俩直接就走了 之后呢 这俩人居无定所 日子过得相当辛苦 天天扒垃圾堆啊 有时候扒垃圾堆 好几天吃不上饭 后来他们知道了 他们的姐姐范丽娜 嫁到了双城市的一个农村 于是呢 他们就找到了姐姐 希望能够得到姐姐的帮助 可是姐姐过得也非常难 他跟母亲也联系不上了 所以对两个弟弟也是爱莫能助 帮不上忙 这唯一的亲人都靠不上了 哥俩非常伤心 俩人就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干 混出个样子来 让人们见识见识 也就是在这一年 樊垂复因为盗窃被判了五年 樊垂江因为盗窃更严重 被判了十二年 就这样俩人又混到了十七岁 樊垂江和哥俩来到了双城市的市里 他们首先在一个建筑工地上 找了一些灵活 但是呢 因为哥俩从小就营养不良啊 吃不好穿不好 骨瘦如柴 那么重的体力活 干了一会儿干不了了 所以最后呢 不到半个月就被老板开了 那后来哥俩没办法 就来到了一个酒店里应聘 酒店老板看到之后啊 这哥俩虽然说是衣衫破旧 但是相貌呢 也还算是说得过去 所以就决定用这哥俩呢 来做一个门童招揽顾客 毕竟这孪生兄弟嘛 也是挺有看头的 哎还真别说 哥俩穿上这个酒店的制服之后啊 也真不难看 做门童还挺合适 虽然说每个月只能挣三百块钱 但毕竟是吃住有人包了 而且呢 因为从小 俩人就没有享受到家庭的关爱和温暖 在酒店里呢 他们反而感到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满足 也因此他们的工作非常卖力 老板特别喜欢 后来 在酒店工作两年之后 到19岁了 在老板的撮合之下呢 哥俩跟酒店的两个服务员 谈上恋爱了 并且在01年6月10号 范燕和范燕东哥俩 在酒店老板的张罗下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结婚了 他们用两年的积蓄 买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并且在双城市的郊区 租了两间平房 范燕和住东屋 弟弟范燕东 住西屋 不过呢 哥俩这好日子没过多长时间 结婚之后没几天 他们的爸爸范锤富 就刑满释放了 得 哥俩这平静的生活 又被打破了 说这个范锤富 刑满释放之后 他就来到了哥俩的家里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牢狱生活 范锤富更加懒惰了 也不打工 他来到这哥俩家里之后啊 什么都不干 天天喝的烂醉如泥 范燕和的妻子王丽 和范燕东的妻子李娟 对这个有过犯罪前客的公公 是非常不喜欢 而且他们家本来就不大呀 两间小平房 这两对新人也没多少积蓄 现在范锤富一来 根本就没他住的地方 所以说他的到来 严重影响到了两对小夫妻的 正常生活和团结 为此王丽和李娟 经常跟丈夫吵架 哥俩 其实也反赶父亲 甚至有好几次 下狠心把他赶走 但是每次他都在回来 有一次 回来以后呢 范锤富没钱买酒了 就偷了李娟的一个金戒指 给卖了 李娟发现以后 就又把范锤富赶出去了 然后呢 李娟自己也非常生气的回娘家 范锤富这次走了以后 虽然说再也没有回来 但是他的突然出现 总归是让王丽和李娟 真正了解到了范业和范业东哥俩 他们的出身和家庭情况 李娟回娘家之后 就把酒店的工作给辞了 也很少再回来住 再后来 因为酒店老板转行 酒店也停业了 所以范业和哥俩 同时没了工作 他们也没什么手艺 只能靠力气来赚点一些小钱来生活 可是这么多年来 哥俩又没干过真正的体力活 找工作有一定难度的 在这期间 范业和的妻子王丽又怀孕了 但是一家人没工作 积蓄又少 就导致他们的生活 再一次陷入了困境了 面对眼下这个情况 王丽看不下去了 整天跟范业和生气 后来 在2002年8月17号 王丽为范业和生下了一个男孩 不过孩子刚满月 因为对丈夫的失望 王丽就带着孩子不辞而别 与此同时 范业东和李娟的婚姻 也早已经名存实亡 范业东只知道 李娟在南方打工 可是在哪里 在干什么 他全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 可以说 范业和哥俩的情况 又一次从天堂 调到了地狱 这又一次家庭的变故 让他俩再次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打击 他们的心又散了 又失望了 为了寻找妻子 范业和哥俩退了房子 变卖了所有家产 分道而行 哥哥范业和来到了哈尔滨 在劳务市场赚了一周 兜里的钱花的差不多了 最后才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 在火车站的货场给人装卸货物 可是一年下来 他只赚到了够自己吃饭的钱 弟弟范业东 也好不到哪去 他来到了吉林省德会市 在酒厂跟车送酒 他跟着拉酒的车 天天往乡下跑 每桶散装白酒 有五十斤尘 装车卸车 都是他一个人 这么算下来的话 范业东每天 要搬将近八吨的货物 可是他每个月只能挣到三百二十块钱 就这么干了一年 范业东也没攒下一分钱 他闲下来的时候 就拿出李娟的照片看看 看着看着就哭了 可以说 曾经短暂的婚姻生活 让兄弟俩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但是悲剧一次次的发生 让他们又回到了最开始的状态 在一次一次的打击和失望当中 哥儿俩的思想 几乎同时发生了一个转变 确切的说 是让他们走上了他们的父亲 范锤富的人生道路 这一切也都是有起因的 2005年4月中旬 范业东在送酒的路上 因为司机走神 送酒车发生了侧翻 虽然他和司机都没出什么大事 但是一车酒全洒光了 老板知道以后 扣光了范业东所有的工资 并且把他给开除了 用司机的错误惩罚了他 范业东一气之下 就回到了双城市 可是虽然说双城是他的老家 但这里现在终归已经没有了他的房子 他的爱人也没有了任何亲人 范业东无家可归 无处可去 就在街上转悠 慢慢的转到了傍晚 不知不觉当中就来到了他们四口人 曾经租的两间平房 他抬头 发现屋里这个灯亮着 房子里现在的女主人正在里边看电视 范业东在屋外站了一会儿 想进去看看这栋以前自己幸福的住过的房子 他思考了一下 推开房门对女主人说 我原先住在这儿 想回来看看 女主人一看 这个人长得不像是坏人 而且看着表情好像挺难过 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人生挫折了 挺可怜的 所以一心软让范业东进来 进来之后俩人聊天 通过交谈 范业东得知女主人的丈夫 晚上值班不回家 孩子还没放学 所以呢 现在家里没人 只有他一个人 看到这个情况 再加上范业东本来就很失望很难过 现在呢又回到了老房子里 触景生情 想起了离开自己的媳妇 于是这个范业东 就突然心生歹念 趁女主人不备 把她给按倒在床上 实施了枪剑 哎 都说好人坏人 只在这一念之间啊 事后呢 范业东又抢走了 女主人家里的50块钱现金 然后逃之遥遥 她跑到了火车站 坐上了开网哈尔滨的火车 打算去找她的哥哥 另一边 受到伤害的女主人 怕丈夫知道 为了稀释宁人 也没有报案 这个事呢 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 咱们再把视角放到 范业东的哥哥范业和这 范业东出车祸 被炒鱿鱼这一天 远在哈尔滨的 哥哥范业和 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他在这个工作当中 却突然感到 非常的焦虑不安 像是要发生什么事似的 咱们都说双胞胎之间 有时候有一种 神奇的心灵感应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范业东 被老板开除之后 范业和也向公投辞职了 而且 在范业东被炒鱿鱼 被迫回到双城的 这天晚上 哥哥范业和 他也回到了双城 回到双城之后 范业和本来打算 先在这老家租个房子 下一步怎么办呢 以后再说 然后 他就来到了团结街上的 某一户人的家里 因为这家人外边贴了 说要出租 范业和就敲门 说想租这房子 女主人一看 要租房子 就把他领进来了 进屋之后 范业和发现 这屋里只有女主人 自己在家 这个时候 范业和跟他弟弟一样 突然就心生歹念 把女主人给强奸了 并且抢走了手机 还有三百块的现金 而且同样的 这个女主人 也没有报案 范业和呢 他也是后来逃到了火车站 连夜回到了哈尔滨 这个事 多神奇 这对孪生兄弟在分手之后 是一直没有联系的 可是呢 又几乎同时 在同一时间 回到老家 又在同一时间 实施了相同的犯罪 最后还在同一时间 逃到了哈尔滨 到这呢 这奇怪的事还不算完 可以说只是刚刚开始 两个多月之后 2005年6月29号 范业东在老乡那 打听到了母亲现在的地址 于是他就回到了双城市的乡下 看望失散多年的母亲 另外这个时候 范业和也跟姐姐范丽娜 一起回到了双城老家 这天中午 范业和在姐姐家吃完午饭之后 就出门溜弯去了 走到了环保局家属楼附近 这个时候 范业和再一次心生歹念 于是 他就以找人为理由 敲开了一户人家的房门 进门之后 又一次对女主人失事了强奸 不过这一次呢 他没抢到钱 然后另一边的范业东 再见到母亲之后 母子团圆非常高兴 当天中午 母亲就给他准备了 一大桌的饭菜 可是当时这饭还没吃完 他突然就站起来 心急活了的起身要走 让母亲拉都拉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正是哥哥范业和作案的时候 这边的范业东呢 也突然感到浴火焚身 想抢劫 所以呢 马上就离开了 范业东出门之后 立马从乡下打车 回到了双城市区 来到市区以后 在财政局家属楼里 他以寻找朋友为理由 骗取了一家女主人的同情 再之后 他不顾有病在身的女主人 苦苦哀求 对他进行了抢劫和强奸 这两兄弟实施犯罪以后 又先后回到了哈尔滨 这又是一次惊人的巧合 确切说呢 可能不算是巧合 而应该归功于 这个所谓的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 就这样 孪生兄弟靠着心灵上的感应 奇迹般的在互相没有通气的情况下 实施着相同的犯罪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 这哥俩终究是没有忘掉他们的初心 寻找妻子和儿子 他们回到哈尔滨以后 又开始各自在哈尔滨找了一份工作 不过虽然这时候 他们俩都在哈尔滨打工 但是呢 彼此之间还是一直没有联系 不过欲望这个东西啊 往往是难以控制的 不管是性欲还是财欲 而且奇怪的是 在这期间 只要范燕和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返回双城作案 这边的范燕东 也几乎同时会回去作案 作案手法也是如出一辙 只不过是地点不一样 时间呢 也只是有略微的先后之分 在2005年12月的一天 范燕和偷了一台冰箱 一台洗衣机 打算卖掉换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认识了收费品的魏志英 这个魏志英 咱们开头提到过 一来二去呢 俩人相互产生好感 就通居了 可是魏志英这个女人 爱钱如命 花钱也非常厉害 这怎么办 范燕和只能是 更加频繁的作案 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2006年4月23号 这一天范燕和 潜入了一座 双城市郊区的民宅里 可是发现屋里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推门准备要走 在这个时候 高中生小梅来这租房 正好看见范燕和 从屋里出来 小梅以为她是房主 就问她 你这房子租吗 在这之后 也就有了咱们开头 讲到的那个情节了 后来范燕和范燕东 俩兄弟归案之后 经过警方的查证 他们分别作案 24起和16起 这个数量令人发指 不过呢 也有疑问 既然他们事先 没有预谋 那么两个人又怎么会在同时 做出这么多相似的案子呢 很奇怪啊 警方就问这两兄弟 说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结果兄弟的答案回答的更离奇 哥哥范燕和说 他有事我心里边就紧张 有感应 弟弟范燕东说呢 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对自己说 别干这事了 可能是他干了 结果我也控制不住 目前 在咱们的世界上 还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 能够证明这种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呢 这两兄弟 最终终于被捉拿归案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同时呢 也希望 在我们的身边 这样的事情 能够越来越少 感谢观看